別想 唉唷 洗把 唉唷 洗把 我洗了 我死了 我贏了 沒有 我是說 計畫好的 計畫好的 你看這個很棒 計畫好的 今天介紹的 生日快樂 我們現在開的是… 恐怖派對 又再做復刻了 商店裡面可以看到的是 要用代幣購買 不過要先打完瑪拉中才會開啟的裝備 以及三百寶可以買的一張入場券 然後是我們的一些活動優惠喔 那你要注意的是咱們這一次的 嘿 獵人遊戲包 欸 送的居然 是 傳令官的套裝 破天荒 破天荒 然後馬拉松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前面有稍微自己打一下 為了錄這個 皮疆菌之旅 欸對 那 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咱們的 欸 馬拉松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咱們的這個時間 欸 馬拉松持續時間是還有十天喔 到八月以後喔 呃 八月不好意思 到十一月以後喔 我的時間有點卡住了 到十一月以後喔 但是 咱們活動只會持續六天 你懂啊 所以會多出四天來 那多出了這四天 為什麼要開在馬拉松 這個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這可能是 系統物質吧 我也不確定 我們還要再看進一步等待說明 那因應咱們這個萬聖節喔 我這次也穿上了這個 吸血鬼套裝 欸對 給各位來玩一下 嗯 那在 戰鬥的時候呢 順便穿插跟各位講一些 欸對 最近暗影格鬥餐的一些 呃 消息 欸對 不算小到消息啦 都是官方資訊 欸 基本上 欸 我們的 7.2章 喔 是在 預計 是在 這個 不知道哪來的 11月中 會 正式發佈 欸對 那 根據官方的尿性 我們應該可以 欸 想見 這個 7.2章出來的時間 差不多 比照7.1章來看 應該會在明年的 二月吧 二月中 二月下旬 二月下旬 呵呵呵呵 這邊可以開個玩笑 當然啦 如果是 能 確定 在這個時間 推出這個 7.2章 那我當然是 當然是 欸 樂見 好不好 當然是樂見 希望不要像 之前7.1章那樣鬧 鬧這個 那種 瘋狂延遲的這個笑話 不斷延期 不斷延期的這個笑話 不要再來一次啦 拜託 我真的是 很受不了 這邊開個暗影 那這邊等他站起來以後 欸 求個穩 你知道嗎 求個穩 因為現在輸出壓力不在我身上 我可以求穩 擠個核彈 就砸死他了 那我們就 一起來期待一下 7.2章 那 提到7.2章 我們就一定要跟各位講一下這個 有關 接下來將會推出的這個 欸 新武器的一些小資訊 欸 對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已經看過這個 官方這個部分的那個 推特 對 不過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對 有關這個 咱們的7.2章的武器 嗯 目前只流出的資訊圖是 黃巢武器喔 對 那 那 這個武器的名稱叫做 Match Blade 呃 中文翻譯應該怎麼翻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等這個 欸 官方來做翻譯 我個人是不知道Match Blade要怎麼翻啦 這個 真的有點難 而且我上網去找圖片 也跟上次的 編權道一樣 Katars 是 沒辦法直接在網路上找到 對應的東西的 就是 沒辦法直接找到中文翻譯 很困難 很困難 我太難了 對 就像這個開場一樣 我太難了 他關刀就是佔有一個極大的優勢 WTF 喔 還好 沒事沒事 黑咪黑咪 欸 黑咪黑咪 簡單簡單 這裡可以摔嗎 不行 喔唷 這個秀 他這個秀 欸為什麼不能踢他 欸 欸我要死了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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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好秀 他怎麼這麼秀 欸我靠他這個 三重關刀追追 拉近距離 喔 秀 真的是超秀 他打的絕對比 在座各位 百分之八十的玩家都還要好 你看看 AI怎麼會這麼屌 呵呵 如果沒有用的 我們終究還是要把他給幹證 就是吧 一個小小的預判 下踢 再下踢 上個速度 然後下拳 再動手 欸欸欸 有點尷尬 這個距離沒算對 欸這一次動拳就不會算錯了 謝謝大家 這個第二下追上 欸 這次沒成功 不過我們有堅若磐石 不用擔心 白癡 欸我不能繞背嗎 欸我這邊有點小失散 不過 欸對他會自殺 那總之我們就期待一下7.2當這把武器 對 欸對 欸那剛剛 幫我跟各位講一下有關這個新武器的東西 你想說 欸他這個 2P射還不錯看 剛剛這個 Match Play的 有一些小 這個 小關鍵點可以跟各位講 可以有機可停一下 欸那 首先是 這把武器 欸你可以看到的是 欸 其實在最一開始的這個 猜測的素材圖中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把裝飾武器 但是在後來的推出圖裡面 它又變成一根長棒棒 那這個東西 欸對 我相信就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莫及了 就是 很明顯就是 呃 它是一把可以拆卸的武器 你知道嗎 沒用的 他剛剛想跟我拖時間 你知道嗎 拖到他的那個 那個動作 spike 太可惜了 我抓到了 OK那 剛剛聊到哪裡 就是他這個也把 應該是一把 理論上來說是一把可以拆卸 可以裝起來的武器 也就是你在戰鬥的時候 會看到 你打到一把武器拆開來 然後在狂尻 就是變成一個 一開始拿長槍那邊戳戳戳 然後戳到後面呢 突然變成星爆 欸對 你說這把武器有不有趣 我就問你們了 那 再來就是 呃 它的塗射方面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最奇怪的一個點 因為 黃草武器 各位 黃草武器 我在這邊都會說一次 黃草武器 黃草武器 通常清一色 都會是 以金色 欸對 之類的 金色紅色作為這個 主配色 像帝國軍就會是 欸 黑色 或者是金色 來做主配色 那 傳令官則會是 藍色跟紅色 那 你這就很有趣了 你身為一個 黃草武器 它傳奇武器的顏色 我竟然是藍色 最為主色 你 知道嗎 現在已經網路上 有很 有那種 所謂的P圖玩家 就把那個 冰壓苦無 兩把P在一起 然後跟你們說 這是最新的這個 第七張 7.2張的黃草神奇武器 真的 我覺得這個配色 我真的覺得 五湯 我覺得 不太行 它這個配色有點 討人厭吧 就這麼說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 我有帶暴復 可是 它並沒有 觸發 這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 我有帶暴復 我有帶暴復 那 這個地方 到底是說什麼事 不得而知 再來 我還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 呃 有關這個 新的圖線 對 第七張結束之後 真的就代表結束了嗎 是的 沒有錯 距離上來講是結束了 我死了 距離上來講是結束了 沒錯 不過遊戲 並不會結束 你知道嗎 所以 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們就應該要了解 會朝別的方向去發展 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朝任務 欸對 支線任務方向 或者是朝 呃 呃 呃 我不知道怎麼用來講 反正就是 有可能會朝支線方向去做 但是由於畢竟是支線 它不能被稱之為主線 你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 新的東西會出來 這個叫做 接下來會出現的叫做 Hard Mode 它可能會是 欸對 一開始的這個 基本主線的難度再加強 然後 除此之外就是 它會 我們的這個 新的Hard Mode 它是以這個 之前的 經歷過的時間線 做為主軸 然後在此之上 做出的那個 平行時空 對 所以 暗影格鬥3 正式朝平行時空發展 有不有趣 我覺得我們 有不有趣 有不有趣 我操 我在幹嘛 算了我剛好 剛好 這兩場讓給他 這是計畫好的 你知道嗎 計畫好的 這兩場要說給他的原因 就是我 想要跟各位多講一些東西 你知道嗎 那接下來的這個 平行時空的主線 可以知道的是 會跟我們現在 所經歷到的這個 主線章節 1-7章節 所經歷到的事情 會有所不同 那具體來講 有所不同 我們就 可能要等到 到時候才會知道了 但是 已知的情況就是 結局 可能會跟我們現在 遇到的不一樣 你們 你們 聽得懂嗎 就是 我回憋了 遊戲有點lake了 我不知道怎麼回憋 來 別講 還有洗把 還有洗把 我死了 我死了 我贏了 我贏了 沒有 我是說 計畫好的 你看這個很棒 計畫好的 那 已知的情況就是 7.2章 推出的時候 就會有一部分的 這個 Hard Mode 正式開始 開始推出 那 你可以看 從這個 資訊圖上面看出 它有 它應該是 戰力限制 因為 在規則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有一個叫做 Skill Fest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的戰力其實是 不影響的 應該是不會影響到 你的 戰鬥體驗 那 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還會有一個 戰力數字在上面 我想這個 理由應該挺好理解的 那就是 它可能會是 以一個戰力 作為一個 篩選條件 對 你要達到這個戰力才能進入 那 除此之外 在旁邊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數字 那 這個東西 可能就要等到7.2章正式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搞清楚 這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自己也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對 那 再來 就是 欸對 我們接下來即將 就是會有這個 最新的套裝 會 會新推出 三套 三套套裝 那這三套套裝 那 這三套套裝呢 你們可以從素材圖上面看到 就是 欸 比如說什麼 資訊圖上面看到的那三套 那這三個東西 我想跟各位來做 哇哇哇哇 不知不覺我要死了 我想跟各位來稍微做一下我個人的猜測 對 那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欸 黃巢的部分 黃巢的部分 我認為 我認為我死了 欸沒有我沒死 欸我死了 來我死了 欸 欸 欸 我沒死了 欸 欸 我要死了 我沒死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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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不好意思 你跟下體 喔 part of my master plan OK 這樣我才有更多事情 都會講有關套裝的東西 對吧 那我們先看看剛剛說到哪 說說到黃巢之套裝 我認為應該是圖片最右邊那個 一個藍紅配色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這個 章魚 對 章魚套裝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是章魚套裝 如果你有在看這個 欸 對 咱們的套裝介面 欸 對 你會注意到說 欸 所有套裝 新一色幾乎都會 欸 套裝的那個 那個 會跟這個 咱們的 呃 那個什麼孩子 套裝的顏色 還有上面的一些 標誌性的圖像 欸 會有關聯 對 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你應該看得出來喔 這個他會再幹 但是 就算我知道 我也來不及做反應 完全沒辦法抓 所以應該可以解決到他吧 Yes 那 從紅色配色跟上面的畫畫來看 那 我個人會認為應該是那個 章魚套裝喔 對 那 那章魚套裝的能力呢 欸 我這個資訊來源是來自這個 呃 Shadow Pass 看到的 對 那個 裡面是顯示說 章魚套裝的能力是 可以 欸 利用遠程武器 來 擊暈對手 那 這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能力喔 以這個 遠程武器 增加了這個遠程武器的實用性 對 我個人是蠻 如果他真的推出 我個人還蠻看好的 像炸彈這一個遠程武器本身 並不是那麼的好做 所以我才會這麼看好 噢 再一個遠程 來 等他的地板的遠程武器 來 找紙 那 再來 我們看到的是帝國軍套裝 帝國軍套裝 以這個mark來看 我個人認為 欸 它有兩種可能 你知道嗎 我認為有可能會是其中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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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落發生這個 出現這個 霸 這個 這個 極暈 兩個可能 因為這個主要的分辨條件 我是從這個套裝的這個 它的Mark上面的人物的頭盔 那個樣式 然後還有這個主色調 如果從主色調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 熊獅 紅獅的可能會再更低一些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最看好的 會是咱們的這個 納褲斯那一套 有巨劍的那一個 那個套裝的能力呢 是這個 一樣資訊來源 一樣是咱們的 Shadowpass的Boss裡面看到的 我個人認為 所以如果是那個套裝的話 它的能力應該會是 只要在一段時間之內 沒有遭受到敵方攻擊 你就會獲得一個特殊的盾 那個盾可以幫你 直接免疫掉一次傷害 一次完整傷害 完了 我自己被捶死了 WAT 這會不會講太兇了 太太太投入獎了 剛剛講到哪裡 這個 帝國軍的套裝 我認為應該是馬庫斯那一套 那馬庫斯那一套呢 他的能力我剛剛說過了 就是一個特殊的盾 他會幫你直接免疫掉一次 敵人造成的傷害 同時呢 同時呢 還會把這個 受到攻擊後的硬直 嚴巴還給對手 就蠻瘋瘋的概念 你知道嗎 這個套裝 我個人認為 也是 也是極度 極度 極度強大的一個套裝 喔 對 他可以直接 直接大幅的增加 我們玩家的這個 失誤率 你聽懂什麼意思嗎 因為 以現在來說 玩家最常做 不只現在 以前也是 玩家最常的情況 就是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直接站在那邊 等對手來抓 對不對 那 以這個情況來說 別想摔我 完了 我在幹嘛 我怎麼這麼傻逼 以這個情況來說 這個 敵人 我們只要跟敵人拉開距離 然後等到我們有這個 特殊盾 我們再上去跟對手 打一套 這個情況下 你是無敵的 聽得懂嗎 你是無敵的 所以對手只要攻擊你 他就會 他沒攻擊成功 你就會格擋 他攻擊成功 大概會反彈 然後硬直也會送給對手 你自己想一下 這個 不管怎樣都是我自己 我賺的這一個標翼 誰不要啊 你說是吧 你不要我一樣 好吧 這個套裝出來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套裝 只是他強大是在 不同層面 你知道嗎 跟我們現在知道的 主流的這個 聖法官 讓位者 或者是咱們的 清算者 都是另一個層面的強大 對 他是一個 被動式的 被動式的 你知道嗎 被動式的 被動式的 你聽得懂嗎 被動式的 他是被動的 就跟咱們的總統參選人一樣 被動的 對 非常被動 跟我現在的動作一樣 非常被動 對面不上來 我就不幹他 哈哈哈哈哈哈 那再來就是咱們最後一個 傳令官的套裝了 那這個說起來就比較尷尬了 因為這個套裝 說實話 它的主配色是 藍黑色調 那以這個情況來說 欸 說實話 傳令官套裝 要讓我想到 藍色作為主色調的話 我也想到的是 那個 時空穿越者 那個傢伙的套裝 可是 那個傢伙的套裝 是 史詩套裝 我認為在傳奇套裝都出完之前 Jakin應該是 不會把新枝 放到 這個 史詩套裝上面去的 那 以此情況來看 真的很難去判斷說 這個新套裝 會是 哪一個套裝 那 好在這一次 這個優惠釋出了 這個 欸對 這次優惠比較特別 欸 不然的話 說實話還真有點難去判斷 對 你應該聽得懂我什麼意思了 我認為 這一個套裝 就是 咱們的這個 鋼田大師那一套 然後配武士招 欸 這一個套裝 屁啦 喔 還好 屁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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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 我認為應該是 鋼田大師的那一套 那資訊上面比較抱歉 我沒有找到關於 這個套裝的能力 那最後面的訊息就是有關這個新活動的部分 相信 欸 如果你非常在意暗影格鬥3的話 你應該跟我一樣非常在意什麼時候才會有新的活動推圖 那 前幾天我在這個官方的Facebook上面看到了一個他們自己的留言 他們正式的跟我們說明了這個有關新活動的問題 就是 呃 他們現在是全神灌注在這個 主線上面 也就是說在主線正式出完之前 是不會有任何新活動的 已經確定了 這是確定的事實 對 別想 對 所以說 在11月中 最快 在那之前 是不可能有新活動的 這一個部分 各位就 對已經確定的事情了 對 就 好吧 就這樣吧 不然能怎麼辦呢 對 對 那我們就等到主線出完之後 我們再來期待更進一步的新活動 對 對 那 那 最後面還有一點這個 咱們還要打兩場這個 這個 吸血鬼王 對 那我們這邊跟各位講 欸 最近發現了一個 欸 這叫什麼來的 帝國軍 對付帝國軍的這個無敵套路 但你的 你的穿著也必須是帝國軍 才能使用這個套路 好 那我們首先 先 欸 先摔一下 就結束了 因為你接下來就是開始無限制的攻擊 對 爆摔 長跳踢 再 前衝爆摔 再長跳踢 然後再前衝 啊 好吧 這個 這個部分是我自己沒接好 這個我認 這邊我可以摔他 那基本上這個 剛剛我說的那個套路就是這個樣子 就 就 就是前衝摔 然後接 接長跳踢 來 來我們再來一次 前衝摔 長跳踢 這個 這個 好像並不是那麼無敵 不是啊 我看別人玩的時候 他媽的 這個直接從頭接到尾 我也不 我也不打 跟各位打雅米了 他媽的我就是看 暗影基島打 他打那個 他就 他在這個 拓荒自己的小號的時候看到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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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夠囉 你夠囉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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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遊戲結束 我贏了 來 還敢跳啊 槍爵 謝謝大家 好 挺顯的吧 就是 第一個是發行員 但不是無敵套路 好丟臉 哈哈 好吧 看來這個 變非無敵套路 但是 我看到的時候 是 他真的是 從頭幹 半鐘事 幹到尾 這個踢到蛋也太遲了 好險 這個地方沒有虧太多 沒有虧到直接死掉 就還算了 OK 鎖到他 下踢 後踢 就是一個基本連套 就是摔完整他起來 一個前拳拳 沒成功 後拳 nice 長跳踢 反衝摔 這個地方咱們來一個 一爹 封城槌 再摔 斜踢 下踢 後踢 正拳 後踢 後踢 nice 一爹 這一個 無止境的攻勢 你以為 攻勢轉成你的了嗎? 想太美了吧 兄弟 歸唷 他會摔到我嗎? 他不會 我贏了 漂亮 給我起來 拉近來 打出去 欸咻 不敵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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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贏了 各位,謝謝大家 All part of my master plan Easy PC 哈哈哈 怎麼這麼好玩啊 你只要一段時間沒完再回來 你就會發覺,這個遊戲還是看得超好玩 這一個很奇怪的感覺,你知道嗎? OK,那這就是咱們這一次的暗影哥哥的一個影片喔 這個麻松的時間跟活動的時間不吻合 我還是希望最後面的時間能給我們一點驚奇 我個人是私心這麼希望啦,因為真的是 打了將近一整年的重複活動 如果照官方說的要等到11月中,甚至更晚 才會有新活動的話,說實話 就是真的玩了一整年的舊活動了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我認為推估啦 新活動可能的時間就有可能會是 兩週年,一或者是聖誕節 當然兩週年是在聖誕節之前啦 但是我不太確定確切的時間 對,兩週年確切的時間我不是很確定喔 我這邊我去查一下好了 發布日期 2017年11月16日 剛好在11月中 所以我覺得最有可能的情況是 Meki已經確定 其實已經把7.2張做好了 但是要等到11月中 放出來 那順著這個時間點 剛好搭上2週年 然後發出新活動 這是我認為最佳解 如果說你真的非要 非要到那個時候才肯 非要到7.2張出來後才肯出新的任務活動的話 我覺得搭在2週年這個時間點出最好的班 最好的時間點 那在這個時間點出來什麼活動最好 我認為PVP PVP 所有玩家等待已久的PVP 已經做過兩次在俄羅斯搞這個區域測試了 那我相信測試應該也足夠了 他們現在也沒有再做測試 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所以我認為應該會是 11月16日 有可能 有可能喔 我再說一次 有可能推出PVP 你們要注意 對,對 11月16日 真的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一定會貼在我們的社群 欸對 1000訂閱了 社群功能已經開放 請各位記得要去投這個 關於訂閱回饋套餐的一個選擇 務必去投 好嗎 現在只有99票 說實話有點少 給我99票 對 這個 我們咱們訂閱人數是1000耶 兄弟 99票 有點少好不好 如果說你 欸對 你看到這個影片 然後你還沒有做一個選擇的話 拜託你趕快去選擇 你活動性質 之前很久以前 Nakey有說過這個 TVP首次推出 就是剛推出的時候 會以活動的方式 也讓各位做一個體驗 那我覺得 搭上20週年專車 應該是最合理的方法 因為 說實話 一週年處理的方式 真的有點鳥 週 週末 金幣兩倍 三小 我覺得二週年 真的應該要搞一個 比較像樣一點的東西 儘管說Nakey在這個 活動上面其實 都沒有下很重的東西 所以比較可惜的部分 包括 兩週年 我認為 對活動最用心的時刻 應該是四族的部分 搭上四族的端車 然後開了一個活動 然後當然 反 回饋也是好的 也就是因此 這個四族活動才會在延長 那我覺得 搭個二週年 一週年你沒搭到 我們原諒你 因為我們真的愛這款遊戲 我們原諒你 不回去看那些錯誤 但是二週年 我真的希望你搭上這一個 二週年專車 然後把 順時把一些新活動推出來 那新活動究竟是不是 PVP 其實我不是很在意 重點是要有新活動 然後新活動最好是夠吸引人 好啦 那咱們這一次 這個恐怖派對 再一次的複生活動打完 然後 也跟各位講了一些 有關最近的 近期的一個新消息 儘管這個 新武器Matchplay的消息 其實是已經 一個月以前的訊息了 但是 還是跟各位一起 一併做個介紹 那 各位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 6385訂閱 按下去 一起期待 7.2張 和最新活動 那 右下角 是我其他的 暗影格鬥影片 我已經不知道上一次做了什麼影片了 我還可以 快點 拿 點下去 把什麼呆 點下去 叫你點下去 聽不懂的 都是土超級